先從經營端下手 因為其實講到時期電便的話呢 我會覺得 那來客速的部分 畢竟現在是大網路時代 所以你很難去保障門市會一直有進來 所以我自己個人最推薦的方式 大家好我是冰凍廟 我是JD 那想必各位喔 如果再關注我們這個TBO的系列對不對 非常開心就是這一次這個加盟組的部分 我們已經來到尾聲了 就是上一集大家看到片尾 我們是不是有跟對方談了 就要不要和解 那和解條件開出來之後 對方說他考慮幾天 很快的 從一天來兩天吧 他就回覆說他接受這個和解條件 那當然最好的嘛 那於是我們就約在星巴克這種比較開闊的地方 那大概是一個很北藍的地方啊 就是我們本來是要找那個區公所 鄉公所跟或是民間公證人 對這件事情做公證 但他就說什麼 他就只有禮拜天有空 接下來他都超級忙 所以我們就申請律師那邊改了一下 我們的那個和解書 然後 把公證人的部分改成我去當見證人 對 那其實在這個地方 要有第三方見證人的理由 複習一下 假設我們沒有公證的話 對方後面沒有履約去付錢 你就得再對他提出民事告訴你 告訴我 告訴我 告訴我這一次和解的內容 他沒有履約 這個時候呢 多一個第三方的證人 等於你比當初簽的合約的錄影錄音的物證之外 又多了一個人證 那這樣子會比較協助你去後續的求償 但是你就一樣要再跑那個死法流程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民間公證人的底下 或者是在區公所或鄉公所去做公證的話 如果後面他不願意付你們的那個賠償金 或是你的和解金 你是可以直接去法院申請支付命令 他就得強制支付 我就不需要再跑流程 就藏在這裡 所以後來因為 對我來說 我覺得趕快 讓這個被害人 他可以拿到他滿意的和解金 是對我來說首要的目標 而不是把事情搞大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接著等一下來說的話 我應該會把和解的過程 做一個錄影 但這個錄影是要給雙方純正 所以說 我不一定會放上來 因為要保護 對方的什麼花哥的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跟大家宣導一下 拍這一系列是為了幫助大家理解說 第一是 不然如果真的違反公平公證公益 甚至有法律上面的問題 我們這邊可以去做協助 而且 上一支影片我不知道有沒有提到 我們跟那個律師相談之後 就有跟他簽一個那個律師的委任 所以從今天開始這支影片 我們頻道是有 法律顧問的 對 所以 以後我們在拍攝相關內容的時候 就有多這個資源可以去使用就對了 這開場是要開多久 我們再見 那一份你留存 其他我留存 那今天事就這樣 祝福萬事順利 掰掰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幫助這個小玉和解完 然後接著就是我說 會把所有廠商都介紹給你 所以第一個既然你在台南 那時候還想說要找貨員對不對 我們開一間現在玩具店 最基本盤要什麼 要有這個一帆賞的廠商 跟景品那些的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是GK的嘛 然後第三個就是正規代理的 所以今天如果台南的話 我們就是介紹這個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缺貨員 沒有頻道在介紹貨員的對不對 台南南台灣的話就是找小皮球 當然他服務的是全台灣都有 但我是建議如果南台灣的話 在這邊是最方便 OK啊我就帶你們進去 然後大家也沒來過對不對 你看小皮球他的配置 其實就現在比較正規的玩具店 會做做法 再Buff上去 你看門口就擺很多 這種大比例的GK 然後 右手邊就有一些景品的零售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這種小周邊 像小賞的部分有去做零售 然後最左邊就是一些GK 甚至草丸都有去做擺放 那最重點的部分 就是到最裡面 各式各樣的這個 一帆賞就對了 那其實小皮球他為什麼很強 因為他其實從我很早期 那時候我們其實做琵琶器夾的 他就算是那個時候 就比我們早做很多 就前輩 所以可以看到他現場 有一些很屌的東西 例如像這一套 總20週年的 然後這個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這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在小菜那邊 然後他不是說他那一支不是那一支 我講的是這支 就是你要三支有一場限定 然後組合起來這樣 然後可以見到早期的VLP 然後還有屯一些這種PVC的部分 然後 今天阿智不在嗎 今天不在 好 就是你不要想說這邊 他們只有這個零售一大堆一番賞對不對 其實也是要來做PVC對不對 那如果PVC可以跑來門市問嗎 平常智哥常常在嗎 平常在 對 那就來這邊 說是冰冬場介紹的 要做 要找PVC相關的嘛 就會找他們 然後平常的話他們的 女店員也是很可愛啦 所以 對 就會來 阿這就是後面 就我們今天的那個 PVC的那個案子 對然後後面 我已經剛剛一直講過 所以之後可能他就 麻煩你們這樣 OKOK 握個手握個手 握個手 有儀的小手 要握個手 不是 我們介紹廠商 最後一定都會 一時一時握個手 剛剛的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不要見面 我就沒有握手了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阿如果台南的朋友有興趣的 可以來逛一下 他們這邊應該是比 常規的那種 玩具店的東西 再更多樣化一點 而且會有些老物 超級多老物 超級多老物 對對對 OK 那我們就往下一站 那你知道為什麼他們都不在嗎 都不在啊 等一下人家說 有誰 這是一個大型業配片 有道理 哇 絕對好會 一次業配全部的批發商 店家串聯 沒有啊 這真的沒有啊 這就是我平常會叫的廠商啊 然後我們接著就帶大家回到小魚的店裡面 聽說招牌已經換了 去看看他換什麼東西 太醜我們就會直接噴 沒有啦 開玩笑了 好 剛剛很開心看你招牌已經換了吧 叫做這個是什麼 玩的引力 玩的引力 你的店在哪裡啊 工商一下 溫泉路779號 台南市北區 離那個武聖夜市或者是花玩夜市都很近 也離小皮球很近 那小皮球他的主力主要就是在你剛剛現場看到的 可能像是這種 半方的一番賞 對啊 跟日版的景品 比較強 然後一間玩具店後面會需要的資源 當然就是GK嘛對不對 對啊 那GK我剛剛有聯絡了一下 因為我覺得現在GK市場 如果全部都走預購壓力也很大 所以有時候會是可能 比較現貨 對 說好聽一點是現貨 說來一點是因為現在GK 其實有些大家抽去會賣 所以二級市場流動比較熱烈 所以我決定 就介紹我們這個老朋友給你 你以為他要是誰 是這電話 啊不然還在台北 南部有做GK的 我是不認識啦 那就是每次要來秤我們一下的這個 風哥 對不對 他叫可風啦 就是反正他就是一番賞也要秤 然後什麼都要秤的男人 那其實這個男人呢 這一句話說的不對哦 這樣講是有點太過分 好 然後反正就是他平常其實就是他一番賞之前 他其實生根在GK是更久的 所以我剛剛就想到說既然要介紹廠商 然後又要有一些現貨的話 那可風平常自己也有在經營那個 GK的交易社團 那裡面至少保障他會去監管就對了 明白 然後廠商的部分基本上台灣的GK廠商就是都要過他 應該是說我們是一個交易社團 那這個交易社團其實已經經營了超過五年了 然後本身就是我們有在跟一些廠商 進行一個比較友善的合作 就是我們身為第三方 就是我們可以去協助 處理一些客人的 譬如說有糾紛啊或怎麼樣 那既然你說推薦廠商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們合作了因為有十幾家 其實你都可以試試看 好啦 不行不行 這樣他廢話太多了 我幫他講了 你講話我跟我沒重點 他剛剛講的什麼 第一 我們可風有一個很多人的GK社團好幾萬人 然後他經營了五年了 所以非常的公正 然後他們也有幫客人去做這個售後服務的系統 就是雙方如果交易糾紛什麼他會幫忙 第三 他們本身也有這個社團自己配合的一些GK廠商 那每一間廠商都有他專門的地方 所以他事後呢 會幫小玉量身 去看適合哪個場商再嫁接給他 那我們謝謝可風 謝謝 一番商的負責人 歐級商的負責人 OK 謝謝可風 好 拜拜 不是 他可以擺一個短短的話 講那麼長 你知道嗎 騙師很難撿 所以大概就這樣 所以後面我會把你的資訊Pass給他 好 對對對 然後最主要是現在的玩具店或是幹嘛的 如果你有實體店家的話 就是零售通路如果不夠的話 後面線上通路也可以找他 那那個GK的部分我問一下 其他人要找這個GK也可以找風哥嗎 可以煩死他 如果平常他不在對不對 不要煩我 很多人會煩我 就加入他那個什麼蛙格社團 他就會在裡面 一直標記他就對了 對他就會煩 他就會幫忙 然後現在是不是就是缺代理板 跟蠻盒 什麼一些其他的賓卡 或是小周邊 泡泡馬特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泡泡馬特的話這個 我跟他到現在是 都是群組上面來往 看他會不會接 好 不等了 不等了 好啦 反正呢 這個人就叫這個戈壁老王 然後他基本上以前就是做一番賞的 那老王強的地方是老王可以拿到路板的一番賞 譬如說像是令物賞 或是什麼樂濤賞 那種老王是有的 對啊 然後再來是 他也有泡泡馬特 可是因為老王的泡泡馬特它是屬於會浮動的價格 因為他是大陸那邊的對口在幫他拉 然後泡馬特之後剩下的就是盲盒嘛對不對 對盲盒 因為都在台北 南部比較少這些批法啦 嗯 餵 餵 餵 我是傑迪 我們現在正在拍片 然後我們今天這支企劃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我覺得台灣我配合過不錯的批法廠商啦 哦 嘿 所以你們就是這個被我選出來作為這個盲盒代表 就是盲盒部分在北部的話 如果有看到這個金正恩玩具店 他們其實私底下是有在做盲盒的相關的批法 那裡面其實從泡馬特他們也會有 然後跟一些甚至泡馬特以外的他們也會有 然後常規矩有個社群 那你要不要公商一下 公商一下我叫阿薇 批法的話要怎麼聯絡你們 先聯絡我們粉絲專頁就可以了 OK好 棒棒 好就這樣沒事 掰掰 掰掰 沒有誰 因為金正恩的好處是他 預購也有 現貨也有 因為他們自己門店很多 所以像我自己的店盲盒不是我的主力 所以有時候就會直接跟他們拉現貨 但會貴一點點 但是畢竟盲盒這種東西有時候就是 這一款落地了 有種 你有人需要你再拿 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一個就是缺這個 譬如說如果你要拿PVC 像POP阿 FIRRZERO阿 那個找我就好了 這就是小弟我現在最強的部分 這樣是不是全部資源就大概就都有 所以我們幫大家最後做一個總結 我們考試囉 一番賞的話日本要找誰 找老王 沒有錯 然後再來那個泡泡馬特的部分要找誰 找老王 金正恩也有 他是盲盒的 對他是盲盒的泡馬特 然後第三個是這個什麼 剛剛說GK GK找誰 可風 對可風 然後再來這個正規的代理版找誰 正面找你 沒有錯 這樣是不是全部就都有了 不過這個批發不要找我 我自己個人是不接批發的 我是要有這個一點緣分 我才會幫忙 正規的話是跟代商簽約 對對對 不是萬代 其實大家都一直以為是跟萬代圈 是跟萬代 下面有負責 批發代理的代理版 例如說有 雙尾 第二個就是萬榮 那我本身是跟萬榮配 對對對對對 那影片的最後呢 首先就是恭喜你 終於這個了確心頭 算 對 那我反問一下現在心情怎麼樣 破爛開爛的感覺 哈哈哈哈 很舒暢 很舒暢 我其實這支影片的設計就是從 一開始接到這個事件 然後把加盟的事情 幫你處理完之後 我再提供你加盟的一些 破源什麼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講到這邊其實是不是就很像 加盟組在做的事情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喔 僅僅只是提供這些東西 我也不認為有資格做玩具加盟 所以我才把它拍出來啊對不對 你懂 我的拉高加盟組的門檻 以後你的上友 或是要找你加盟的人 他如果 比我這支影片提供的東西還少 就不要加盟他 反而一開始你的心態是 就會覺得說 有加盟可以幫我解決 那其實反而是最危險 因為拔幾層皮都不知道 了解 對啊 那最後呢 因為我記得你之前加盟也一段時間了 對不對 那你最後我可以提供 例如像他們 該有的就是一些經營上面的疑問 因為我已經做很久了 做大概一年多兩年了吧 對啊 還這樣其實沒有很久 我會就我所知的可以跟你講 行銷的部分 我在想說有什麼行銷是會比較 讓人家感興趣 好 針對行銷的部分我必須要先從經營端下手 因為其實講到時期電便的話呢 我會覺得 就是來客術 那來客術的部分 畢竟現在是大網路時代 所以你很難去保障門擠 會一直有進來 所以我自己個人最推薦的方法 反而不是下什麼FB廣告啊 也不是什麼找網紅來業配啊 你自己就是網紅不是嗎 對我只是突然講說 我說不要找網紅業配這樣很奇怪 因為我自己就是 這是一個大型業配片 我會覺得 不是不能找 是他不會是你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應該是你要先 跳脫傳統式一門式的思維 要先建置一個 跟網路接軌的一些東西 例如說你們要經營LINE 例如說你們要經營IG 為什麼說網紅業配 FB奶都不需要先投 因為你得有這幾些東西之後 再去投才有用 例如說你如果不會經營你的社群 你如果沒有把客人留住 那其實以現在台灣的玩具生態來說 他毛利並不厚 哪怕你是做自製的 他的毛利都不夠厚 為什麼因為 你每一套都沒有讓客人覺得 少少出貨的是運氣很好 第一你公正性會被懷疑 第二是 吃客人運氣好起來的時候 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毛利率來講也不會高 重點呢我覺得玩具店就只能 第一是先拉高你的營業額 那拉高營業額對於傳統門店的做法 就是先增加 來客訴 那就像我前面講 你因為人流的部分不穩定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推薦所有玩具店 都要去做直播 那現在直播的紅利在哪 就在TikTok 因為抖音現在他的直播 你有在看的話 他的演算法就是 你看玩具你滑一滑就都是玩具 所以其實你在沒有客戶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TikTok開直播 Anyways你可能隨便選一套 或者像你們說的什麼一把GK來 就放在正中間 就一定會有人過路客過去 然後你就要盯著那個螢幕去看 它可以比社群或是網路經營 更直接的跟客戶 哪怕你看喔你現在沒有人對不對 你直播看一個過路客 他願意抽一抽 那對人來說都是多的 而且網路他不需要額外的支出 所以行銷的部分 我會推薦先從直播去做 然後直播去做了之後 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就要追蹤你們 你一定要有東西讓這些客人記得你 不然他轉了台就忘記了 所以為什麼會有人叫八大電視 或有人叫什麼三立都會 所以你要有這個你電視台台名 然後做出來之後 才會進去你的群組 那你這些建置都好的代表什麼 代表你有流量的時候 你有辦法把這些客人變成你的現金 或者是變成你的人業 這個時候的下一步 才會去提到我前面講 你要做FB的廣告行銷 或者是要去做網紅那一塊的導遊 效果都會比你直接打那一塊來得好很多 因為你直接打那一塊 你的當業模式就純粹只是待在你的實際點去做一個曝光 可能本來談談不知道的人會來 或是可能你做了一個很不錯的savis活動 大家會來 但這些東西我通通都做過 我覺得他的效果就是僅有單次 所以我會覺得在這之前 你一定要先有一個可以留住客人 可能十個客人因為你的活動而來 因為你的曝光而來 不知道你這檔期怎麼做 因為行銷這兩個字沒有絕對的怎麼做 行銷這兩個字就是一直做 你可以一下變這個一下變那個 有時候這個月我們滿千送吧 有時候下個月我們幾點送 有時候這個月我們可能看我的英雄學院 最近剛完結 那我們可能就主打我音樂 我們可能就抽一支 比較具的紀念價值 我的GK或者是公仔都可以 但是你的變化性是要一直變 不然消費者很快就疲乏 所以行銷他沒有絕對怎麼做 關鍵是你一定要有 能夠去跟網路相處的這個能力 我當初引流顧客的時候 你跟人家說什麼 我要賣東西 請你加進我賣東西的群組 大家會有點排斥 所以我的做法都是 客戶是因為買了之後 為了能夠跟你有售後的服務 才進到那個群組 明明之中他已經買了 所以他是已經有成交的庫客 他就會變成未來潛在消費的可能 然後你用這樣客服的方式 來引流顧客到你的社群裡面的話 消費者比較不會覺得 你是為了推銷我的東西而進來 他會變成比較類似覺得 你為了對你的消費負起責任 他才想進來 對這樣他加進來的那個比例 跟他的慾望會高很多 我心態也會比較好 無感無感 對啊還有嗎 現在真的還想不到偏人 好沒關係 因為只要是行銷跟貨員這樣 對 再下一個我要講的 玩具店我經營到現在 很關鍵的一個重點是 獲利 很多人對獲利的理解就是 這隻手機夾使我買10塊 我賣100塊 我就賺90塊 然後我扣掉可能 人力的支出 稅金的支出 嘴戒的支出 房租的支出 假設40塊好了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是賺50塊 大家就會這樣去思考 可是大家其實會忽略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很常在頻道裡面講的就是 黑紙倒閉 因為這是一開始我跌到最大的坑 所以我覺得 做玩具店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的資金控管要做得很好 最常發生的問題就這樣 我做月生業很好 譬如說海海王GK抽超好 或像前段時候就是什麼 ZERO系列大家很愛抽 我在買的時候 我就嚇幾把一直買 所以下一波如果你有跟上 你就真的很賺 可是重點是什麼 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全台灣的所有玩具店的老闆 都有這個想法 所以萬一到時候市場 不要說這隻不夠夯 我們就講到時候萬一景氣並不好 大家沒有做娛樂消費的時候 那一隻不管做多好就會崩掉 那一波如果你現金流的空間不夠大 你就會被那一波咬到 咬到之後你會做什麼事情 可能虧賣 可能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獲利這件事要盯得非常非常緊 你一定要分兩個方式去記帳 像我自己就是分兩個財報 一份報表是專門檢視我的銷售情況 例如說我們今天抽了幾抽 沒抽成本平均單抽多少錢 我今天要獲利多少 這樣可以讓你的門市有效的去監控 你平均的銷售情況 你可以知道說 我禮拜一到禮拜五什麼時候比較好 你可以知道每一個品類 哪一個銷售比較好 哪一個的毛利表現比較好 之後你有資金進來 或是你有要增資 所謂增資就是 你每個月的禁收益 你要再投進去 才知道說我要加在哪 譬如說我發現我這間店很強的GK 是女生這個類型的 你才知道你採購的力道 架在這邊你的獲利是漂亮 但是這一份獲利喔 不是你的禁收益 所以我都推薦所有玩具店 要做兩份報表 一份報表就是零售的部分 就你的銷售毛利到底是多少 扣除殖電房租租金 你到底有沒有賺錢 那另外一份就是資金流總表 資金流總表不可以看這邊 也有看過說 這個毛利好漂亮喔 我賺好多錢 就像有點像你以前加盟他們的 但實際上來說 他有沒有收到那麼多現金 你們做的時候會發現 根本就沒有 你很多的貨都是在預購 在幹嘛在幹嘛 到最後你有沒有錢 你可能連吃飯都有點 就很累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以前的影片推薦大家 一開始一定要抓20% 我說已經很少了 你如果沒有抓20%的錢資金起來 就算你賣了超多貨 假設你這個月進了200萬 你賣了100萬出去 然後你獲利超級高 100萬賺了50萬 你這個月還是虧錢 你還是有可能會倒電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為什麼一定要提 因為很多玩具店老闆 都會忽略採購預算 為什麼 因為玩具店屬於預購機制 所以我覺得小規模的店 最好的做法是 除了這兩個報表 要做出來之外 你要去預先知道 假設說 你預購了一隻螺貨PVC 你知道六月份他會到貨 那你就要彈出一個未來的採購表 我一開始是這樣做的 因為有到 那你已經抓好預算 你不會咬到自己 那沒到 頂多延誤就前後一兩個月 所以你以三個月為一個 cycle 去做的話 你比較不會被後面咬到 因為什麼 你一旦被咬到你就會虧賣 虧賣你會拉低 你本身這間店的銷售行情 第二是 你有可能會影響到整體市場 當然你的量要扣搭才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觀念 如果全部的玩具店的老闆 老闆都有的話 就不會產生單支品項大崩盤的情況發生 對整個市場的和諧性也會更好 因為當你今天是消費者 你很期待某個產品 結果落地之後 玩具店老闆進了很多 他開始折價賣 你買貴的你會不爽 第二是 你也會對這個興趣開始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觀念是要提供給 所有剛進場玩具店的老闆 都要記得的事情 對 有些商品他買入價格就是這麼高 但是現在市場行情就可能 大概打個六折七折 對啊 然後人家就會說 所以這邊要講出一個 玩具業的杯葛 玩具店你又要 老闆很佛 你又希望他的貨量很大 這件事本質上就有毛病 這支手機 譬如說JD賣100塊 他賣120他就被人家靠賣 他比JD賣 他不知道的事情是 有可能JD是後面才進場 他後面進場 有可能是看 這支掉價他才撈進來 也有可能JD這支100塊 是因為他走海運 他的運輸成本比較低 也有可能JD就是貪 也有可能JD就是神經病 他就是可以賺比較少 我用5%呢 我就可以過火 或這是我副業 我5%就可以過火 對不對 你的話呢你可能就是你的主業 你的本金量你的那種 全部堆疊上去之後 你可能要撞到10% 才去應付你的門市經營 就比較可怕 大概是你消費者會講什麼 那是你爛啊 對不對 可是你要去思考 我前面講過 玩具店現在的重點是 要好玩又有聚會的感覺 所以拉回到前面 已經連接起來了 有沒有 為什麼要叫你做社群經營 因為如果一旦 你只有在價格上面 去做競爭的時候 你很容易被 擁有更多資源的人鬥掉 然後這樣子的類型的玩家 其實他們最後也會覺得 有點失溫 失溫的意思就是說 我一個人收了好多公仔 然後你可能就會開始反思 真的耶 我到底在幹嘛 所以玩具這個東西 要能夠持續有趣的重點 就是要有社群 那一旦這一個地方 你喜歡 它有提供你社群跟娛樂價值的時候 那你花一點點多餘的錢 或是方便或是幹嘛 去支持這個老闆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 這樣這個產業才會是 正向的發展 明白明白 所以我要講的 關鍵內容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在頻道前面 如果有觀望這個產業的 或是剛進場的話 我也會推薦大家這麼做 那影片的最後呢 因為你前面一直有跟我提到說 這個 他講很多次了你知道嗎 他就跟我講說什麼 就是那個和解金的部分 要當酬勞對不對 我先跟各位說 我這個人呢 從以前到現在做這種事情 沒有收過半毛錢 為什麼 第一件事情是 我如果是收了錢才做的事情 那很像委託 代表我是以糾紛盈利的人 可是我是以 希望都沒有糾紛的人 所以我會希望這筆錢呢 你就把它留著 好好的把你的門事 經營好 好好的對待 每一個來這邊的顧客 然後希望未來這間店 可以變成台南的玩具人 可以好好玩玩具 一個地方 應該的應該的 所以這筆錢我是絕對不會收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感謝我 其實我也剛好這支影片 要跟各位說 我們今年的12月啊 我一定會做一支 聖誕節的相關企劃 因為今年我等奶奶 身體比較沒有那麼好 然後她看了我之前 有一支聖誕企劃 那支流量比較差大家沒看 就是她有告訴我說她很感動 她一直很希望向善就對了 所以她有跟我說 看可不可以再辦一次這樣子的活動 我就跟她講說去年是有台法 所以我今年會辦 我就邀請你來一起參加 我一定會參加 因為我覺得玩具的本質 我們本來就是要繼續 把這樣子正確的觀念放下去 然後如果談的觀眾朋友 就也可以來現場 北區文賢路719號 我這邊有進LINE IG臉書跟TRAIN 還有Youtube 我們都有在貼短語 OKOK 那大家就可以幫他們追蹤一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